郭师傅是做地品工程的 年底了没什么活 就想找一份工作 把时间利用起来 现在时间比较自由一点 也没什么事情可干 就在BOSS制品上 来找的一个奇奇物流 就是司机岗位 郭师傅介绍 具体的工作是帮公司完成货运业务 需要在每天早上赶到集散地 将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 不用租车和买车 郭师傅跟对方签订了一份 车辆运营合同 合作期限时 一月到四月份 开工跟车两天之后 郭师傅开始正式接单 干了三天之后 他觉得不行 六个家14公里左右 然后到那个地方 大概三四十分钟左右 你再吃吃饭 所以说基本上在五点多到六点 开始装货 结果那东西 全部都让自己分检 自己分检完之后 扫码 然后自己再装车 不单纯是货运 对啊 实体工作就装车 大概就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从六点基本上到十一点左右 你要干老手了 估计得干十点 然后就装完货之后都开送货了 就往各个分散的团点嘛 郭师傅说 跑了三天后发现 一天只能跑一趟活 之前说的四百块钱 到手就剩两百了 再核算了一下收支 他觉得不划算 干了一天有十几个小时 一个的停车费有二十块钱 另外电费是三十五块钱 到地方你要分件东西 那个袋子还要自己掏钱买 所以这样下来 光这都大概七十五块钱 这也没有含吃饭钱 中在吃饭三十块钱 基本上一百块钱的开支 所以我觉得这事实太划不来了 那你如果干熟练了之后 会不会稍微快一点 干熟练的话 是会稍微快一点 基本上应该两点左右能够干完 那能够说一天接两单吗 你觉得凭你自己的能力 和精力和体力 整不了 有没有其他同事 一天拉两趟 没有 他们最快结束也是一点多 一点多到两点左右 之后他还有其他工作吗 自己拉 活拉拉呀 两个公司再给他一趟呢 给他一趟完成不了啊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 再去结活去增加收入呢 我想这车都不让你用 不让你挪做私用 他们其他人为什么可以 他们都自己的车呀 对自己的买的车 自己给物流合作 郭师傅希望跟公司 解除合作和合同 结果被告知 要支付7500元违约金 等于要倒贴2500元 沟通后的结果是 支付3500元违约金 他希望记者能帮忙调解一下 找到这家奇奇物流公司 车务部的负责人 王主管介绍 解决方案是 根据合同条款来谈的 郭师傅提前解除 合同关系已经违约 公司方面已经将 7500元违约金 降到了3500元 有没有这个驾驶人 能够跑两等 有跑两等 大概占什么样的比例 怎么说呢 年轻的 动作手脚快的都可以 因为我们有些 合作的时候 就是跑一趟 具体的比例有没有 因为他们这个年龄 真的我没有统计过 王主管介绍 车子的容量是固定的 司机的货运收入 按趟来计算 有时整辆车的货物不多 需要跑的地点少 一趟货运 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 不过郭师傅认为 这种机会不会多 他们这件 如果说你不做了 类似的收益的工作 你有发现 目前没有 双方各执一词 记者尽量组织 双方达成和解 沟通过程中 王主管透露 公司目前有很多 货运的工作 对货车司机需求量不小 他还是希望 郭师傅 能够继续坚持干下去 郭师傅最终表示 准备回去再考虑考虑 如果最终还是协商不好 违约金的问题 也会考虑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此事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